是谁 果然有能人 能研制法针下到此处 巫主大人 居然有人闯了进来 臭小子 没想到居然会在这里 遇上你们 庞昌 渔武 又是你们 庞昌 就是这些人 让你在长兴村时 狼狈败退 巫主大人明鉴 当时是属下一时大意 庞昌 你输了就是输了 别在那找借口 渔武 你这胳膊肘 往外拐的婆娘 开口就削老子的面子 看不起人 也要有个分寸 渔武 听来 你之前也和他们交过手了 仅遵无主欲命 属下明白 你们这样迷一句我一句的 俨然已经把我们当成手下败将 外面也太看不起人了 不知死活的臭娘们 光是老子一人全力失为 你们四人就未必招架得住 何况还有渔武和巫主大人在 娘妹 我们只怕 远不是这三人的对手 沈兄弟 世间是福祸相宜 本就难以预料 听说南朝五人动手前会互报姓名 咱们入境随俗 自也不可失了这份礼节 在下申子俊 请教姑娘遵姓大名 申子俊 你已是将死之人 我可以对你宽宏大量些 我乃是大辽国围方巫主萧音 奉圣命 秘密前来中途办事 身为南朝唯一听过我自报名号之人 你可以死而无憾 这个应该是大不易 我看他伤害也就大不少 有点低 他说他叫什么消息 要看他放招式怎么动 如果他放招式很动的话 那就没救了 我没有中毒的招式 很可惜 好烂哦 我是没办法装武器是不是 慢魔是有机会啊 但不知道磨多久 结果成就了 我刚刚看攻略是说这张必败 那我们就试试看 感觉是有点高啊 完全幽影刚刚温风 有可能哦 打一个被掉有可能 感觉伤害还行啊 你们能冲这么久 的确有几分身手 要来了 他试全力的吗 还好吗 还好吗 1-0-4 還可以 我看不出來這是你權利 好那你就慢慢被我摸吧 我還以為他會放大招然後把我全滅 沒有啊 我癢癢的 我越打越痛了 不想哭了 打太久了 光越斬還是輪斬我也忘了 越打越痛了 越打越痛了 欸?啊怎麼這樣也不痛? 我旁邊也有關係嗎? 奇怪 阿剛的木頭 現在又不痛了 蠻好奇打贏會有什麼東西 欸?為什麼打藍青這麼癢啊? 540爆起成這樣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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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臭小子 你們再囂張啊 這就是不自兩利 單敢與我們作對的下場 讓屬下給他們絕命一擊 從此徹底將他們斬草出根吧 五主大人 這有什麼好猶豫的 且慢 請看在在下的情面上 先留下這些人的性命 他們與在下有莫大用處 此刻還由不得他們死 是 是 是你? 你是怎麼跟下來的? 在下不但善於尋忍 這區區一頓之術 也只是小事一樁 不知屋主大人 對在下的不情之情 以為如何 若我不從呢? 那我們就只好兵刃相降 不過相信 以屋主大人 過人的見識與仰光 你一定不會選擇在此刻 與在下動手 這就是 是 大王 時辰已至 不愧是我的愛姬 不但精通天文地理 連時刻都推算得一點不差 若臣妾推算不准 就得再等上好幾個月了 古代的老傢伙 從喜歡搞這種麻煩東西 這五丁地宮 連入口都有如此機關 裡面自是可想而知 也難怪會被那傢伙挑選 作為藏放霸劍的所處 大王神武蓋世 乃是霸劍的命令之主 得有愛姬你在旁運籌帷幄 天下 已無令我畏惧之物 這次取劍 也必是水到渠成 不多說了 我們這就出發吧 再次找到 緊急的 好 中文字幕 李宗盛